我們從海邊的小徑進來了 發現已經有釣客前來做釣 先來看看周邊的環境吧 今天的天氣非常好喔 藍天白雲真的很舒服 這裡很適合全家大小一起來 從遠方瞭望看到釣友正在做釣 從這裡判斷應該是甩木蝦的釣法 很推薦可釣魚也很安全的地方喔 哇這浪也太嚇人了吧 千萬不要太靠近很危險 來看一下水底的狀況吧 水很清澈但水滅很多垃圾 真是台灣人的悲哀 現在開始準備做釣吧 首先我們先找一個地方來試釣 先稍微調整線阻以及釣阻 這裡的水深大約1.2至1.5米 來看一下本次採用的釣阻 上面有列表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第一拋釋掉馬上就咬了 但可惜沒有拉中 好啦我們順便介紹一下齁 今天使用的耳料是什麼齁 那我們拉進來看一下齁 南極蝦 這個是半熟的南極蝦 所以它的一個好處的話是什麼樣 這樣子的話它比較不容易脫 就是小魚在吃的時候過程造成它脫落的狀況 或者是當你在拋頭的過程造成脫落 那我是覺得這個還算是蠻好用的釣了 看一下底下的魚肉 先丟些誘餌 先丟些誘餌 其實剛剛有發現很漂亮的蝶魚 陸續有一些小魚也跑出來了 阿你看會不會咬阿 可以拍得到嗎 看不太到阿 發現很多小黑毛耶 小黑毛 小黑毛 臭度吧 不知道是臭度還是小黑毛 在丟一些耳下去試試 在丟一些耳下去試試 好 也有看到硬鴿魚 大家可以找一下喔 丟一些耳下去試試 這個臭度吧 真的出現一群疑似小黑毛 真的出現一群疑似小黑毛 那你可以用小片啊 不咬了,換個點試試吧 好,好 有,我剛剛要釣一隻啊 中,比較粗的勒 好像勾到的 好,勾到一枚,所以這邊 OK,放生了 好,拍到了三四隻,OK了 蛤? 都不會吃吧 哇,漂亮 很多耶,那裡面很多啦 這笑高高還蠻好玩的 小小的遙框,但浮標撐不下去 可能沒有耳了,等會拉起來看看吧 又有反應了喔 終於囉 捕獲小錯度 回去長大再來吧 現在一等通知啊 他有看到一條大魚啊 好,我們現在 正迅速的前往中 看一下 有在那邊嗎 有嗎 看一下 還有藍色的魚耶 吃狗公嗎 這個釣場 今天就介紹在這裡囉 那希望大家來這邊釣的時候 能夠垃圾帶走 小於放生 OK,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